在化工厂中 色素生产用的原料在溶解槽内得到溶解 原料主要使用耐酚 将水和氢氧化纳作为溶解溶液添加进去 用一个搅拌器来确保所添加物质的均匀混合 这里可以采用带有防波管的透镜型雷达 进行非接触事物位测量 然后传输给控制系统 关注非卓了解更多仪器仪表小知识